你知道當初我第一隻合體玩這隻我有點傻眼 我想說這隻龍應該不會到很大吧 哇 有夠大隻 Norso Norso Wassup Norso 我們今天要 Garmen 來各位 為了我們年底的企劃 我們要改加緊腳步的OK嗎 進度是OK啦 但是就是怕有一點點趕不上 所以呢 一樣是我們的便宜魂之 超級戰隊OK嗎 今天這組戰隊的話 我個人 算是有回憶嗎 因為那個我記得是 當初我在轉戰上認識的 他的隊長 欸那個頭盔 真的好帥好不好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來 那我們就拿出我們的東西 喔有沒有有沒有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 魔法戰隊 魔法連者啊 喔 我要先講這組 真的是帥好不好 每個顏色一人一台 打在幾張有夠好看 這組我要講個點 其實我當初看到他第一眼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像是超新神 因為超新神也是一人一台 建方這也是一人一台好嗎 但他們建方主題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些主題 建方都是以魔法為主題好不好 所以建方你看到這個梅子啊 其實都是他們本人啊 變大 哇那白型真的是超帥的 我個人非常喜歡 基本上這個戰隊的話 一樣是五人一組 魔法紅 魔法藍 魔法綠 魔法黃 魔法粉 這幾位成員OK嗎 然後我們這樣稍微給大家看完之後 我們現在一台一台的講一下 第一隻的話建方是我們魔法紅的一個 魔法鳳凰 建方他這隻的主體色的話 建方才用紅色做一個設計 欸其實大家一隻真的好帥喔 很少可以看到就是 有隊長單一個機組 建方是呈現一個人形的狀態OK嗎 最近的應該就是手裡見的人人者吧 應該啦 我確定有點忘了 然後呢 基本上他這一隻啊 我要跟大家講 他的可動性 恐怖的啦 我們邊講他每個部位 然後邊玩一下他的可動性 第一個的話是他的一個上身 建方魔法戰隊的話 他們設計其實也有一點點像寶石的感覺 就像這胸口啊 他是做成一個立體的發現 所以光照下去其實就反光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然後他的臉部的話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帥 因為這隻的名稱叫鳳凰的嘛 所以基本上他的臉部的話 有類似像鳳凰的一個感覺 然後呢 他是雙手臂這邊的話 有兩個鎧夾 就算這鎧夾是為了合體食而使用的啊 有加這兩個其實還蠻好看的 因為這本身是有帶一些金色存在的 他可動的話 基本上 欸 手部是可以動的 他的手可以這樣張開 真的很驚人 好不好 很少站隊的單一台機組可以做成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他蠻優秀的 但是有一個致命的確診就是說 他這個手部這邊是沒有關節的 他這樣手部只能處於一個微彎的狀態 雖然是比較遺憾 另外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雖然這個不算關節 但是呢 我覺得可以應用上去就是說 他這邊可以向小小展開 這樣邊 這樣邊 可以向小小展開 可以讓他手部這樣稍微往前一點 其實剛剛做一個 類似那種爆胸的動作 其實這還算是OK的好不好 所以這隻的可動程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然後呢 他的腰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腰帶 基本上他腰部是沒有任何可動性 他的下腿部分的話 非常的修長啊 基本上 欸 有發現 他這個大腿的可動性很不錯 而且真的是他這個前面這片鎧夾 他是可以動的 這個鎧夾基本上可以讓大腿 多了泛泛多靈活性的一個存在 有沒有發現可以這樣 作者都沒問題啊 哇 哼喔 已經很威了 OK嗎 喔 哈哈哈 有沒有 這個可動性超恐怖啊 進化彎曲度完全沒有問題的話 兩樣腿都是 可以做成類似做的一個姿勢 然後那個腿部的塗裝的話 我絕對就普普通通了 基本上就是 才用紅色的一個塑料 塗裝上一些銀色的鎧夾 就這樣 然後 他其實是有-一把武器 我們稍微抓一下 跟大家說明完 我這把劍的話 其實是翻模 非本家出來 因為我那把劍 基本上應該不見了 比較可惜 但是呢 這個翻模其實翻得也不錯 有沒有 我覺得還算不錯啊 竟然有給他一把小小武器可以使用 我覺得還算蠻棒的 基本上做出一些跑步的姿勢完全沒有問題啦 這單隻的一個鳳凰的可動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優秀 再來換我們魔法皇的魔法鳥人好嗎 基本上這一隻王他是用翅膀當手好嗎 他就是整隻四隻鳥 但是又把它加了雙腿 所以基本上才叫鳥人 這樣翅膀張開大家應該就有感覺了吧 來我們稍微一個步步看一下 喔他頭部這樣真的是鳥的一個頭部好嗎 然後呢再到胸口這邊 胸口這邊的話一樣是做的像寶石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他這邊是有做個立體的凸起 並不是平面的 基本上他塗裝的就是黃色 一樣他這邊是有一個腰帶 再來是下面的一個裙甲 再來是他腿部不能 他腿部不能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好說的 基本上可動性非常非常之差 他能動的話差不多只能這樣 稍微這樣子側邊踢腿給大家看一下 他上面這兩條不是吊漆好不好 他本來設計就是這樣 再來下面就是鎧甲 一樣是沒有腳踝關節的好嗎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重點部位喔 翅膀 可動的能量不錯 像這樣還蠻可愛的 有沒有鳥通只能不都這樣 欸很Q很Q 一樣可以360度這樣轉 兩隻頭都可以 然後呢 這樣子完全張開是真的非常方式帥 非常非常有鳥的感覺啊 所以基本上這隻我個人覺得算是破例子 哇鳥的翅膀就是要這麼大還爽 來個再畫魔法美人魚 這應該算是我裡面最喜歡的一隻 我們稍微近一點給大家看上班部分 他就像側邊這兩個盔甲會將頭腹給包覆住 然後整個頭髮就在裡面 又加上他裡面本身的餃子還有帶著那個面杖 身體很充熱破表 然後再來是胸口這邊 胸口這邊的話一樣是有類似像 設計能保持的一個結構 所以基本上這邊是設計能凸的好嗎 再來是手部的部分喔 手部的部分基本上 可動只有這樣 呵呵 然後一樣這邊有一個 類似腰帶的一個結構 再加上一個超大的裙甲 有沒有他整個腿部的設計 基本上看起來非常有魔法石的感覺 就是那種比較翹的那種靴子 雖然看起來有點像是鋼彈 欸我先跟他講 他的合體結構會將兩隻對半拆 設計的可動這種拆是非常合理好嗎 然後呢他其實還是有做一個不錯的還原點 就是說呢 這樣子的話就變成美人魚型態好不好 因為在劇中他有時候會變成美人形態 然後進行攻擊這樣一個 他是有配一把武器人魚的三叉戟好嗎 嗯 插完三叉戟差不多這樣感覺 有一把武器我我覺得算是不錯的好不好 算是蠻佛心的好嗎 魔法綠的一個魔法猛牛 大家的大哥就是不一樣OK嗎 基本上這整隻的Size 我覺得 已經差不多跟合體後的Size差不多大了吧 頂多這隻合體後只能再大一點點而已 稍微每個戲也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之兇猛好嗎 而且重點是他還有兩個角 那這上面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可動 但這小小的可動基本上是跟合體只有有關 再來是胸甲的部分 胸甲的部分這邊的話 一樣有一個類似寶石的設計結構 然後呢一樣是有做成突免 雖然你們這樣看起來很像平的 但是呢光照下來是有一些不同的反射 再來是他雙手 他雙手的話就算是採用黑色的設計 因為猛牛的話 我覺得配黑色算是比較合理一些 然後一樣這邊的話是可以動的 像這樣 算完全沒有問題好不好 然後呢也可以這樣稍微張開一點 但是有個比較缺點東西 他關節設計成這樣 只能這樣而已 沒有辦法往前好嗎 他往前的話就算是靠肩膀上的關節而已 雖然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樣擺起來其實還算蠻帥的 再來是他的一個裙甲 他裙甲這邊的話有一個超大的 自己的猛牛的一個標誌 再來就是他腿部部分 他腿部部分真的是超級粗耶 基本上他的可動度真的是非常可惜啦 因為呢他就算他往前的話 只能到這樣而已 裙甲啊 控制住有沒有發現 所以就算他只能到這樣 往後的話好一點 往後的話他都可以到這樣 還是可以對得到90度 他的膝關節的話是往前的 因為最早是為了應對合體啦 這算是非常之一暗的地板 一樣他是有附一把武器的好嗎 是一個斧頭 他太大隻了 所以這個斧頭看起來有點小你知道嗎 來過來再來是我們這台魔法粉的一個 魔法咬子 前幾隻這麼大隻 然後這隻突然變有夠小 這隻的話在劇中的話也真的很小 因為他基本上都是站在我們大哥的肩膀上 稍微給大家看看他的一個周圍 差不多就是長這樣一個設計結構 基本上這麼小隻 你也不用太要求他這個可動性啊 因為由於他真的太小隻 所以基本上他將這個腿部啊 做成一個合併 就是他腿部是沒有辦法分離的 其他一個很用心的點喔 喔 他手是可以動的耶 很用心的點 你可以這樣把它伸到上面去OK嗎 我們近一點給大家看他的臉 真的是塗得很細耶 該有的分色那種細節全部都做出來 然後他就好像沒有什麼額外武裝 他就是長這樣 也沒有辦法還原出劇中球的那個型態 所以算是比較可惜一些 因為這次他們的可動性 真的算是非常之不錯 至少每一隻都有 除了這隻啊 照樣他們的可動性 擺出一些戰鬥姿勢 在劇中時他們也可以這樣獨立變大 進行一個戰鬥好嗎 因為有時候他們的戰鬥是不一定要合體 這是我覺得這一代最酷的地方 然後呢 我知道這樣擺完之後呢 我知道大家已經看不過癮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第一階段的一個 合體 1,2,3,3,4,3,4,4,5,4,5,5,1,6,7,7,5,6,6,7,7,8,5,5,1,6,に 好帥啊 你知道当初我第一次合体玩这次 我有点傻眼 我想说这只龙应该 不会到很大吧 哇有够大只 我们的魔法凤凰就直接骑在上面 OK吗 魔法圣龙 上面骑一个人之后呢 就变成我们的 魔法龙骑士啊 哇 诶这整个结构真是非常厉害 因为他们这一次呢 基本上单独机器的每次的可动作 都非常不错 所以呢我本来是在担心想说 会不会组一组就散开了 结果完全没有 它的那个卡扣关节啊 基本上它设计的都很巧妙 然后呢 每个地方对它有那种辅助的 那种连接的那种卡 当卡进去之后呢 基本上整周是不会掉的好吗 哦呵呵呵 好威哦 就会变成近乎两倍大的一个设计好吗 而且这把剑其实是有合体过的哦 合体后的剑差不多长这样 就是将人鱼的三叉体 再将魔法凤凰的一把剑 这样全部斗起来 重点是它的尾巴 它尾巴我觉得真的是 让它的魄力变得非常非常强 它是直接将魔法人鱼 整只刚才尾巴夹在后面好吗 真的是非常非常奢侈啊 然后尾部分再加上 刚才我们的猛牛那个剑之外呢 也将人鱼被扛到那个装备 然后两把斗起来之后再插在这边 就会变成一个超长的一个龙尾好吗 哦很帅很帅 我们稍微把它压低一点好了 稍微压低一点 整个感觉是要往上冲 再来是它龙头的部分 它龙头的部分就像是用魔法粉做一个设计 然后一样这边嘴巴是可以做个稍微的张开 像这样 可以像稍微这样张开一下 再来是它的双手跟四肢 它的双手跟四肢的话 就像是使用我们牛的双手 加上它牛的四肢 手部分有可动其实很不错耶 合体完之后有可动很赞 OK 我们讲完我们的魔法龙骑士之后呢 我们来让它进行一个真正的 合体 处理好毛了 它就可能很双手 是才能打 tegen啊 cell进行铺水 没什么 没什么 在欢迎 您 奇怪 您 一 profits 工作 无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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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王 NO.1 它合體只會將這翅膀打開 所以它整個非常非常值得 因為其他戰隊的話就會將這整個肌肉填滿這整個框框嘛 但是呢因為他有夾這個翅膀 所以他的翅膀展開之後翅膀非常大 然後戰隊肌肉相對來說比較小一點 看起來魄力更足嘛 哇真的好帥 然後那我要先說 他那個翅膀除了這樣展開 其實他是可以收起來的 可能有些人他們家裡沒那麼大的空間 就可以這樣收起來 這樣收起來就會看起來比較含蓄一些 那我們現在稍微來看一下他每個細節好不好 來各位 第一個他的頭盔啊 中二度破表 合體完之後原本是這樣 然後呢 他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打開 好帥 而且真的他原本的話是 牛的腳吧 他是這樣整個這樣鬥起來 就變成魔法帽 而且這個魔法上面這個塗裝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緻精美 再來他胸口這邊 我覺得相對來說 這個應該算是我個人 覺得比較偏埔的地方 因為整個魔法粉好像塞著一顆球 讓他鬥上去 所以就把他整個搭起來有一點太厚了 看起來他的胸部有點太挺 好啦反正總是有些人喜歡大胸肌嘛 呵呵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鬥起來 然後加上這個魔法粉的這中間 可以完成的拼起來一個M 再來是他手部的部分 他的手是我個人覺得 系胸口之後 第二個沒那麼喜歡的點 就是他的手太短了啦 他的手真的好短 但是他的手其實有很厲害的點是 展開之後呢 他會跟牛的手這樣鬥起來 就會變得完整一隻手 而且粗度會倍增 整個合體之後 相對來說是變得比較壯一些 手臂如果太薄的話 會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就像他這樣子鬥起來的設計 我覺得算是蠻威的好不好 鬥起來還可以動 真的是很威的 然後一樣這兩次的話 都是有個小小的一個金色塗裝 再來是他的腰跟腿 我超喜歡他的腰跟腿 他的腰跟腿的話 真的很像勇者系列的機器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超好看 因為他本身是用牛的腿 然後還搭上我們的人魚 切成兩半 然後這樣鬥上去鬥上去 所以厚度是倍增 然後也稍微變長了一些好嗎 喔不錯不錯 而且重點是呢 他關節終於在這邊起到作用 有沒有 喔這關節厲害了 關節真的是很威啊 喔不錯不錯 再來是翅膀的部分 翅膀我剛才講過嘛 就是可以這樣完全展開 還是展開比較帥 展開可能魄力比較主導 我覺得這整隻在戰隊裡面 已經算是一個家座好不好 本身雖然沒有超合金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結構 是非常非常之穩 而且塗裝的話 也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然後呢 重點是很特別的點 就是說 他的武器可以做大合體 這是我們原本牛的武器嘛 然後呢 這樣子鬥起來 非常之帥的一把大劍啊 整把劍真的是 非常非常之大把 喔有帥有帥有帥 真是我覺得模仿上方的棒點 武器很多把嘛 然後呢 這武器的話 又不會因為你合體完之後 直接丟掉 而是可以全部鬥著一把超大劍 然後給他拿在手上發必殺技 OK嗎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 魔法王的開箱好嗎 這次的魔法王的話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之滿意 你可以把它 分開展示也很好看 然後你把它合體展示 也是非常之不錯 你要更下趴一點的話 也可以把它變成龍騎士的狀態 三種狀態 基本上我覺得 每一種都設計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用心 所以這個作品 我個人是激推 所以一樣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大家請幫我來 分享 每一週朋友都分享 拜拜